我很有意义 哇 学到 阿慕CD 自信多一次吧 我都自信两次 然后被打脸了 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节目 你懂不懂的 大家好 我是Annie 大家好 我是Nioki 大家好 我是佳怡 我是Janelle 这是一个考智商的节目是吗 对 就是比较知识 知识的 知识的 可以跟观众们一起学习 大家一定不要划走 因为这个影片是有Giveaway的 礼物奖会是什么呢 一定要留守到最后 来 进入我们第一个问题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机场要到达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问一下 关于奥运会的一些问答题 大家有信心吗 有 第一个问题 想必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奥运会是在法国的巴黎举办的 那请问第一届奥运会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是法国的巴黎 B 美国的圣路意识 C 希腊的雅典 还有D 英国的倫敦 我觉得不是英国 大家有答案了吗 有 3 2 1 有一样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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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啦 是 你选的答案是C啦 所以你选A 所以你是选A 对 你为什么选C呢 我是用排除法的啦 因为我感觉其他两个都不是 感觉是法国跟C啦 比较是那个答案 可是法国感觉比较fashion的 所以我选C啦 证券的答案是 C 耶 还挺聪明的嘛 用这招 在1894年6月呢 经过巴黎国际体育会议的协商 历史名称雅典呢 就赢得了首届的 现代奥运会的主办权 第一届奥运会呢 它其实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终于在两年后 就是1896年 4月6号正式开幕 那个开幕仪式全在这一天呢 同时也是要为了 纪念希腊反抗土耳其 统治其175周年 哇 原来 就是可能大家都只是懂奥运会 然后知道里面有什么 活动 就是好像有什么比赛 游泳啊 骑脚车之类的 但是却也不知道好像说 诶 为什么会是在这一天啊 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 还有什么纪念这样 是有意义的 是 好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啊 第一届奥运会呢 是在1896年 这是开幕的 就如我刚刚讲 那今年呢 是第几届奥运会呢 A是33届 B是28届 C是31届 以及D是34届 2024 剪掉1896 除4 计算好吗 你们各位 计算好 那大家有答案吗 有 有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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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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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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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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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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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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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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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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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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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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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 其实对法国人而言 他真的是一件常见的东西 然后他跟B 一样 他在艺术界里面也有着自由的领域 至于为什么他们会选择 就是法里2024的奥运会的主席 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呢 是因为他同时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很有标志 加一 加二 这个是所谓常见东西 Smurf OK 原来是 他是这个包子 他们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奥运会他除了奥运会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是产奥运会 然后他同时也是身为产奥运会的吉祥物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帽子有手有脚 他是缺少了一样东西 也是就等于产机的意思 很有意义耶 你这样子放 哇 学到哦 第五题 请选出以下哪一个选项呢 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以及他的参赛项目 A 1964年 东京奥运会 参加的项目是 前进 B 1964年 同样也是东京奥运会 参加的项目 冰邦球 全部都很有可能性 太难了吧 我觉得B跟C都很有可能的感觉 你第一次也是要冰邦的 我也是在冰邦球 我觉得我们还写A 所以我觉得只是冰邦球 足球或者这个冰邦 冰邦跟足球 可是没有太厉害 嗯 但是学足球没有这样厉害 我感觉是东京比较有可能 因为我长这么大 没有听过 好像 摩西哥 你这样也没有 摩西哥 我只是知道之前东京的蛮 这样很难耶 我已经选好了 没有我就选了 C是足球 C是足球 B是羽毛球 D是冰邦 A是天晋 3 2 1 诶 我们两个一样 我这次可以给你们多一次机会 哦 没有人猜 没有人猜对CCC 大家要确定自己的答案 不确定啊 哦 不确定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问我吗 不确定 不确定 我觉得今天纠结了 我觉得我们坚定一点 ok 这样我觉得我换 我也觉得我换 那 3 2 1 确定哦 确定 确定 好 那我们就公布我们的答案 答案是 A 天晋 天晋 我也是没有猜到 我觉得天晋是我最不会选的 我觉得C是最不可能的 所以答案竟然是天晋 对 是因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厉害的天晋 因为我之前是天晋的嘛 所以我就有看那些video 我就 我也是天晋 但是我没有看 我看羽毛球 你还喜欢一个C跟离谱 他没有选羽毛球 他没有选羽毛球 我选羽毛球 那些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 馬来西亚好像是马来西亚的标 就是好像大家一想要羽毛球 就是马来西亚的标 就是好像大家一想要羽毛球 就是马来西亚的标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哎 就是选一个不要吃虔 马来西亚呢 首次参加夏季的奥运会 是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他们派出了一支代表团队啦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台 然后我们的首位奥运选手 是在四参加天竞比赛中的 100米以及200米的项目 经过我们刚刚烧脑的 小小烧脑的补题过后 你们觉得你们需要一个 小小的休息时间吗 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吧 耶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 你懂不懂的 那我们就接着继续我们的第六题 请问马来西亚第一个 获得的奥运会奖牌 是以下哪一个选项的运动员 A 李中伟 代表的 参赛项目是 男子女球担打 B 拉西西迪 代表的项目是 男子女球担打 C 拉西夫西迪 以及 贾兰尼 西迪 吴文伟 代表的项目是 男子羽毛球担打 以及 吴文伟 和潘崎普赖男 代表的项目是 男子羽球担打 全部都是一页 我只同李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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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的认识 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我只同李中伟 完全听懂 那李中伟一定是陷阱 一定不可能吧 李中伟一定是陷阱 李中伟一定是陷阱 他比较年轻 这样我就选A 他太年轻了吧 我觉得随年轻 李中伟 一八九六就第一次了 他不是说第一届拿 还是说马来西亚拿的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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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面听不到三个大概了 我也是觉得是后面那三个 不可能是第一面李中伟 一定不可能 一定是陷阱 他们要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 他懂我们自己 男生你觉得哈迪或西中伟 是为了弄乱我们 对 哪一个名字读起来顺口就选他 我选C 我选 我选 我选B 我也是选 我觉得他笑 我也选C 这个我 我就是觉得 他的名字读口 我就选他 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听C的两个 是同性的 是CityCity吗 B 是啊 我今天听了我两个一样子 一样是一个人而已大家 C这是男孩子的 所以我觉得他两个不太可 OK 有了 好 那大家有答案了吗 有 好 虽然不懂答案是对的错的 有信心哦 有答案是哪 有 3 2 1 C 他GV哦 我讲我不觉得他们两个同性同性的 同一组 然后会拿 我觉得是 就是 就是 以 用别的方式去猜 那我们先问 Annie 就是另类答案的 请问 你选择答案的运动员叫什么名字 什么 Mu C A Mu C 她那边有提吗 这个 我敢跟这个 Yesterday 怎么会不是讲给选项的 没有 因为我笑他 又敢我叫他讲话 所以他就欺负我 不是啊 你都不认识他 你干吗去爬啊 喔 排除法 好 那其他三位 沒有人家 其他三位 沒有人家 他們懂是誰 我懂叫City 我懂 兩個叫City就對了 我懂是兩個男的 參賽項目是 女球男子雙打 沒有喔 雙打 所以我們是C 我覺得是C就是C 我覺得是雙打 因為單打 我知道是雙打 因為 印象總是雙打 所以我就選了雙打的 單打的全部都排掉 D好像也是雙打 那我走 先別走 那我就過過名字 City City 我的City 答案是 吳文美 結果是D City 三期五賴男 我的City 好厲害喔 他們是參加了1972年的 慕尼黑運動奧運會 然後他們在羽毛球的男子雙打裡面 取得了馬來西亞第一枚銀牌 哇 第二名 厲害了 很遺憾的 目前馬來西亞還沒有獲得任何的金牌 但是馬來西亞也在奧運會裡面 獲得了許多的銀牌以及銀牌 然後一共是有13面 請問這13面的獎牌裡面 一共有多少是銀 有多少是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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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我們先聽選擇 A 三個銀牌 十個銀牌 D 六個銀牌 七個銀牌 C 四個銀牌 九個銀牌 以及D 八個銀牌 和五個銀牌 我相信馬來西亞 六七 我也是 你這句三二一吧 好 你這句三二一嗎 對 這個沒有的討論啊 這句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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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NDY準備好三二一嗎 OK 準備好 3 2 1 Ding 怎麼一樣 嘉慧為什麼選擇V 因為我相信馬來西亞 他可以拿很多獎 可是東地更多啊 八個銀牌 我們要平衡一點 我也是這樣想 他覺得馬來西亞厲害 可是 對 厲害了 很厲害了 答案是 Donggi Yay 就是贏 所以馬來西亞比你講像總更厲害 贏很多 真的 馬來西亞到2020年的東京奧運隊 一共參加過十四屆的奧運體格會 然後 一共獲得了十三個奧運獎牌 特別是八個銀牌以及五個銀牌 貢獻獎牌的運動員呢 他部分都是來自於羽毛球的項目 然後成績最好的當然是我們的大陸李宗偉先生 然後 他存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 2012年倫敦奧運會 以及2016年里約奧運會 但是以下哪一個 哪一個國呢 A 美國 B 俄羅斯 C 德國 英國 沒有想三個答案 沒有三個答案 想希臘啊 沒有我想中國 俄羅斯幾次也可以 是不是 OK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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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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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一共获得了975枚金牌 以及英国获得了918枚金牌 接着下去到第九题 虽然马来西亚还没在奥运会中获得任何金牌 但是马来西亚曾在2016年的里约禅奥会中首次打响金牌的声音 请问马来西亚在开建的禅奥运会中一共获得了多少面金牌 A 13个 B 4个 C 6个 Easy D 1个 直接选吧 直接选 3 2 1 好 请问问这玩意觉得是1个 之前好像看过有一个是拿金牌 然后我记得就他拿爆 然后其他的我没有什么看 所以我就记得我记得的 那答案是 A 哇 两对了 马来西亚在2016年的里约禅奥会中 获得了金牌一共有三枚 分别是100公尺的短跑 以及牵球 以及跳远 短跑的呢 他不幸有的餐机呢 是脑性麻痹 对 然后他是在2004年被教练花卷他的钱 过后呢 每天都花30个小时去跑65km的进行训练 嗯 牵球呢 牵球呢 他是学习方案 然后他是 两度刷新过奥运会的世界纪录的 牵球运动员 以及障碍他也是三度刷新过奥运会的世界纪录的 该运动员是在一校哪一个项目中取得要演成就 A 跳远 B 牵球 C 举重 以及D 羽毛球 应该是跳远跟牵球吧 是 我觉得跳远和牵球 是 跳远是 我选跳远 因为他刚才说 但是我觉得答案永远 牵球还想刷新记录 跳远也是有 嗯 我觉得答案往往意想知道 来 3 2 1 因为我觉得 另外三个运动都很普遍 然后就选一个 没有听过的吧 就选 几重 好 那 Yaki为什么要选择 牵球 有 因为上一题有提到牵球或跳远 他们都有刷新记录 我觉得爱选录 然后我觉得牵球比较有可能性 因为他听起来他草果跳 应该比较心情 感觉因为他在上一届嘛 我相信 曹果跳uncle你可以的 你有懂我看uncle 他可能年轻 很年轻 很年轻 曹果跳 也不可能跟我一样岁数吧 比你大了就叫uncle 不是 他一直拉坑给你跳 很坏 因为我比他大嘛 好 那比Yaki带的Leddy 对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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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会选这两个其中一个 可是我刚选跳远 是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弹跳力还蛮好的 真的 因为你看打羽毛球是需要弹跳力的吧 因为打羽毛球 因为我们本身感觉马来西亚的人 他是比较弹跳力好的 就是比较轻啊 然后没有太高 所以我选这一个B7千球 恭喜 选A的 答错了 错 错了 B7 好 B7 我公布 答案是在B和C之间 我觉得不可能是C 因为上一题没有提到 他说马来西亚只拿过三美餐鸡的 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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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你曾经都很自信的选择了两个错的答案 喂 所以你这次就对了 自信多一次吧 我都自信两次然后被打脸了 再多一次没关系 你懂不懂的 你懂不懂的 我都自信两次然后被打脸了 你懂不懂的 那我们就恭喜你要替 乌丑了 耶 佳妮总是这样 真的假的 好棒 好棒 很厉害耶这个 好厉害举重的 这个真的超厉害 佳妮 注意到这个一题 终于啊 好 举重男子 其实2公斤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波尼成功顶住压力 再次刷新产奥运会的记录 获得了东京产奥运会大马 代表团的首飞精彩 我已经看过这个影片 都应有 我真的看过这个影片 我突然有印象了 都应有 我记得我看过 是是是 耶 在这几节目学到了很多 真的超多 是 也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所有选手 可以赢得我们想要的奖牌 没有拿到也不用紧 不用太压力 大家尽力就好 对 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最棒的 你们都是马来西亚的骄傲 能出塞就已经是一个骄傲了 对 大家也别忘了留手 CASE的IG和Youtube 我们会在那里公布幸运 而奖牌非常丰富的大集的来参加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节目 你懂不懂的 要记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 要不要乱乱乱 走走走走 我要去打Fatminton了 趕时间啦 诶 直接这样只能换套 拉一个T恤去走 有同款 是是同款 诶 诶我鞋是跟你同个配色的 诶 很美诶 诶 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我之前是代言的 诶 诶 诶 有看那个 我真的没有看 真的 我之前要做了 感觉可以直接出门 诶 我看你也不看了 要我们就够撒开拍照 什么 走走走 看一下时间里 走走走 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你懂 诶 诶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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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要放过来 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